有些好消息 全球移居城市 好像比去年升了20名 就是全球移居城市的排名 看看這個 這是聯合早報所做的 如果你說香港的排名 現在是排第幾 香港是排第六十七 好像是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一 比去年升幅挺厲害 升了二十名 但是比新加坡還差 如果說前十位 只得大阪 亞洲城市入圍 只得大阪和奧克林 是定列第十 但是你知不知道 其實現在香港是排第六十一 但是你知不知道 原來是2002年的時候 原來香港是威過 不是 2012年的時候 香港是威過 是排第第一 這是經濟學人的智庫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和數據分享公司的Buds Data 一起去搞的一個排名 原來在2012年的時候 真的是拿過第一 很厲害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拿第一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主要是做給外國人看的 叫做外資外派來香港 那些人看的 我們會覺得 不是吧 香港住屋環境這麼差 我們住得這麼小 又住農屋 又住這些劏房 你說移居城市全球第一 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非常之好笑的 但是你對於外資外派人員來說 就不是兩種故事來的 而當時 其實他們 因為那時候 改了那個評分準則 有一個意大利人 Navato 改了那個評分準則 他說 將居住空間的情況 加入準則 但是居住空間 是他們的居住空間 他們負擔得起 香港是兩個世界來的 有錢人和窮人來說 是兩個世界來的 而且那時候 還生產了七項 和空間有關的標準 包括什麼 綠色空間 城市擴張 自然和文化遺產 污染 孤立程度 這些東西 正正 就是香港 受惠於 其實你對於很多外國來說 其實香港都是得天獨頭 就是很近市區的綠色地帶 你可以走山的地方 和市區是很近很近 等於你走上去獅子山也好 走上去西高山 你都沒有獅子山 和這個 西高山已經變得很近了 都很近 香港U車站走出去 上去一個小時 最快最近 那個應該是紅香爐峰 雖然不是很出名 但已經是很多人去的 紅香爐峰 你說地鐵站走出去 就是我們現在拍到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拍到這個背景 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紅香爐峰那裡拍的 很多人在那裡拍照 拍日落 Oscar說 你外國 外住人員 可以公司租樓 又有補貼 又有國際學校 當然是 是啊 所以香港 為什麼香港人 你說移民了外國 很不習慣那樣東西 都要香港人來說 就是 其實真的 像阿蔣先生所說的 你成功是靠三大條件 第一 銀子 第二 銀子 第三 都是銀子 香港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香港可以有錢 使得鬼推忙 但是其他外國就不行 這些外派人員來到香港 什麼都可以claim的時候 那當然是天堂 但是香港人來說 就真的不是了 我看到今天連登仔還在討論 那些人呢 就在討論 什麼叫他們 什麼走出Comfort Zone 難聽過粗口 你說我不移民 就等於 離不開的Comfort Zone 我現在真的很舒服嗎 難道你真的覺得我現在很舒服嗎 這個我想都是香港人的心聲 又或者這麼說 以前 不知道是女大樂 還是誰 四代香港人 不是四代香港 四代香港人再延伸下去 是說 你香港人從事的事業 你從事是國際性的事業 還是在地的事業 你從事在地的專業的話 你移民其實那個機會成本是極高 原因就是說 你那一行 只是在香港工作 例如社工 例如教師 尤其是教中文 你叫他離開 你叫他進行國際競爭 會死的 跟你做醫生 跟你做金融 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那香港有沒有競爭力 今天香港有沒有競爭力